克鲁格拿下手面越野滑雪男子组30公里追逐赛金牌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挪威本届平昌奥运称霸越野滑雪男子组30公里追逐赛 这个传统强国包半金银铜牌颁奖牌都是自家人 强势回归的克鲁格 Simon Hex的Krillager成功摘下金牌 克鲁格虽然起步不顺在第一圈因跌倒而落后 但他仍展现十足韧性全力追赶 最终以1小时16分20秒的成绩 拿下越野滑雪男子组30公里追逐赛的金牌 另外两名挪威选手桑德比 Motting John Thruitt Sunboy 以1小时16分28秒摘赢 而霍伦德Hans Christa Holland 这以1小时16分29秒9夺同 克鲁格冲过终点后相当开心 抬头仰望天空并激动地挥舞双臂庆祝 这枚金牌也是他生涯 第一面越野滑雪男子组30公里追逐赛的奖牌 挪威包半越野滑雪男子组30公里追逐赛的奖牌 美联社 感谢观看